我今天在旁边好了 我在EFQH好了 我在产生四个栏位好了 这四个栏位其实就是说 就有点像人家给你资料好了 那个资料给你之后呢 当然比如说老板要你做出年 年这一整年的报表 或者一整月的报表 或者哪一天的报表 或哪一周的报表 是哪一季的报表 那当然你如果你要做报表之前 你需要那个栏位 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的话 你就日期栏位很抱歉 你是做不出那个报表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要把一个日期的 那个讯息给抽离出来 那首先当然 如果我今天要把什么 把这个讯息里面的年 给抽离出来的话 那要怎么把它抽离出来 那当然你有两个方向可以思考 一个方向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那如果把它当日期来看待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如果它是个日期 那当然对应到的话 你可以插网络 你可以用什么 如果你要取得年的话 那当然在日期时间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 义尔函数 那这个义尔函数做什么呢 意思很简单 就是把日期里面的义尔 独立出来就得了 OK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然后他问你说 你的Siri number 意思是你那个日期在哪里 在这里 那他就自动把这个日期里面 OK 把里面的年的部分抽离出来 就按确定的话 那就会是2019 不过如果说你想要显示是民国年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做一点计算吗 那怎么样 再减掉多少吗 1911 因为他义尔 他不是 义尔回来绝对不会是民国年的 因为是美国人设计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民国年的威势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民国年的话 你变成要减1911 那如果你减完之后 他原 他很麻烦的地方 他如果曾经放过日期格在这里面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就会把它当日期格式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还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把它改回什么呢 改回通用格式 按确定 就会变成我们要的结果 也就是这个储存格 如果曾经放过日期 他就自动帮你改成年月日的格式 所以你要多做这个动作 那再来的话 月的话怎么办 顾名思义 有义尔 那一定会什么 month 所以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哪个日期 就是日期时间里面的month 然后你就给那个C-Lamber 一样 这个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12月 几号的话 那有义尔 有month 天的话 那顾名思义 就有个day D-A-Y 有没有 day OK 按确定 那当然你不要用day时 day时是 总共间隔的天数 还有呢 还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E-O-month 有没有 这个E-O-month还蛮有趣的 这个就是 end of month end就是结束 of month 就一天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OK 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函数 也许你们可以再往 那这个传回就是 比如说二月份的话 你不知道是28天29天 你可以用这个E-O-month 他就可以告诉你说 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OK 然后你就知道是28天还是29天 那day的话 一样 我们就给他这个 他就帮我把年月日 那周期的话 顾名思义 你可以什么 可以用那个什么 weekday OK 不过呢 这个weekday的话 weekday 周期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给这个日期按确定 那问题啊 他回来会是2 2 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 1 为什么是2 OK 特别是1 那你想说应该是 回来是应该是周 应该是1才对啊 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一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 这个E-Sale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呢 他们认为一周的第一天 跟我们认知的第一天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我们认为一周的第一天 也许一般习惯是从礼拜一开始 上班日第一天 但问题是美国人 他们第一天是哪一天 星期天嘛 OK 所以呢 回来为什么是2 因为呢 他是一个礼拜的第二天 那这是美国人的设计思维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weekday的话 可能你用这样的方式 记会比较好记 但问题你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我不要变那个2 我要变周几的话 有没有办法 一样嘛 当然可以 只是说你要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再把出现的格式怎么样 再用日期里面的什么 日期里面的周期 有没有 按确定 他里面就出现周一了 OK 不过这个是因为格式的关系 他里面实际上还是放一个数字 我既然是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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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